随着好莱坞年度科幻巨制《沙丘》的热影 《沙丘》这部经典的科幻小说再一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实际上 《沙丘》的影视化改编进程也经历了一波三折 多次折戟 1984年 大卫林奇指导了电影《沙丘》 由于各种原因 这部电影成为了导演本人最不愿提起的作品 2000年 佐渡洛夫斯基是要改编科幻小说 《沙丘》在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后 却最终望而却步 剧作再次变成泡影 终于在2021年 丹尼斯·维伦纽瓦才再次将《沙丘》搬上了大一幕 其实 小说的创作也遭受了同样的境遇 1957年 弗兰克·赫布特在考察种草固沙的过程中 打算为杂志专写一篇名为《流沙却步》的文章 却诞生了新的灵感 1957年至1961年 他花费超过四年的时间做研究和准备 《沙丘》庞大的故事构架逐步成型 1961年至1965年 他开始了艰辛的写作历程 并对初稿做了反复修改 作者融入了自己40多年的人生经历 探索政治 宗教 哲学 历史 人与自然关系等在内的多重主题 通过规律的描述为读者描绘了一个 在外太空构架了一个类人类社会的政治社群 充满想象力地描述了一个很有古典色彩的复仇传奇 然而就在作者兴冲冲地拿着这部《欧星沥血》之作 赶往出版社发表之际 出版商们却对小说错综复杂的情节 以及作者独创的古怪词汇感到忧虑 他们甚至觉得故事节奏十分拖沓 一个编辑说 他看了小说的前一百页 依然对这个故事一头雾水 在经历了二十余次推稿之后 《沙丘》终于被齐尔顿公司看中 于1965年首次出版 现在看来 若是没有破具远见的斯特林·拉尼尔编辑 《沙丘》也许永远都不会出版 很可能因此埋没了一颗璀璨的科幻文学之星 在之后的岁月中 《沙丘》更是荣誉缠身 每个人一生必读的书单上都有《沙丘》 它成为了科幻小说史上的必读经典 《沙丘》入选了美国亚马逊 一生必读的一百本书 BBC英国最受欢迎的一百本书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科幻奇幻小说 《Top 100》等多项榜单 更是首部同时获得余果奖 与星云奖的作品 摘得轨迹杂志 二十世纪最佳科幻小说《桂冠》 那到此为止 大家有没有思考过 为什么《沙丘》的影视化改编过程如此艰难 为什么《沙丘》会被出版社多次退稿 又为什么《沙丘》可以掌握如此多的殊荣 事实的真相又是怎样 有多少人真正读过《沙丘》 即使读过《沙丘》 对这部小说的评价 又为何两极分化 这部小说为何饱受诟病 又为何赞美之词 异于言表 那今天就从以下几点来进行讨论 第一点 《红大架构》 《沙丘》一共有六部 分别是 《沙丘》 《沙丘救世主》 《沙丘之子》 《沙丘神帝》 《沙丘异端》 《圣殿沙丘》 前后总共将近三百万字的史诗及科幻 简单概括一下就是 一个宇宙 三股势力 三大家族 一个星球 一个怪兽 一个种族 几个组织 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未来 人类的科技空前发达 人类的活动范围也已经脱离地球 扩散到了整个宇宙 人工智能的发展 也已经可以和人类一般思维 人类对人工智能 过度依赖 导致人类 渐渐失去了思维进步和反抗能力 人工智能 开始反叛 奴役人类 随着人类在奴役中的慢慢觉醒 工会前纪元 2001年 人类与人工智能 展开了一场大战 史称巴特勒 人类 人类获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 人类文明 开始禁止所有和思维有关的人工智能 并更加注重人类本身的精神力量开发 人类建立了星际帝国 而皇帝分封的不再是土地 而是星球 帝国内部的三股势力 帝国政府 兰兹拉德联合会 宇航工会 相互制衡 兰兹拉德联合会 是由帝国上的一些行星领主大家族联合组成 这其中就包括 封地为凯坦星的科瑞诺家族 凯坦星是帝国的首都 也是一个空前发达的星球 帝国皇帝就属于这个家族 还有封地为卡拉丹星的厄翠特家族 卡拉丹星是一个郁郁葱葱的海洋世界 我们沙丘故事的主角 保罗就是属于这个家族 以及封地为节地主星的哈克南家族 节地主星是一个阴冷的高度工业化行星 沙丘故事的反派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 和他的侄子就属于这个家族 而沙丘的传奇 则主要围绕着沙漠星球 俄拉克斯星展开 虽然这里十分偏远 并且存在着一种巨大的怪物 沙虫 但是恶劣凶险的自然环境 并不影响这里成为大家争夺的焦点 因为这三股势力 三大家族的制衡点 正是诞生于 俄拉克斯星的一种香料 美狼纸 美狼纸 就是沙虫的排泄物 是一种具有多种神奇功效的香料 掌控俄拉克斯星的家族 会作用巨大的财富 用小说中的话来说就是 谁控制了香料 谁就控制了整个宇宙 这也使得这个星球上的原著名 弗雷曼人 成为了寄予香料者 压迫和剥削的对象 虽然大多数帝国人都认为 弗雷曼人是一群粗鲁的野蛮人 但实际上弗雷曼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 俄拉克斯星球和香料的本质 他们花了几千年的时间 默默耕耘着这个星球 学习如何在恶劣的气候下生存 并等待着救世主的降临 宇航工会控制着香料和星际旅行 包括帝国政府在内的各大家族 都在宇航工会占有一定股份 这个帝国社会还有一些其他组织 比如伊克斯人 负责发明制作各种帝国社会需要的工具 比如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 通过姐妹会成员与行星领主的联姻 来参与政治 在沙丘的设定中 整个帝国都离不开香料 而香料只在厄拉克斯星上有 在这个背景下 帝国政府和行星领主之间的关系 就变得很脆弱 帝国要削弱行星领主的力量 防止地位不保 行星领主之间也时常爆发冲突和战争 防止被吞并 所有的一切便由此展开 第二点 复杂设定 沙丘创造了一个宇宙体系 也创造了一系列设定 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沙丘中的 几处重要设定 宇航工会 掌握了极其先进的航天器和动力技术 控制星际贸易 门泰特 在人类经历了与思想机器的大战后 门泰特逐渐被发展出来 替代电脑运算 这种职业是训练人类 去模拟电脑 将心智锻炼出极端的认知与分析能力 数千年来 门泰特被视作逻辑与理性的化身 常常作为各大家族的军师 这些人嘴边通常有深红色的色斑 因为他们经常喝一种深红色 名叫做沙浮的高热量饮料 来提高脑力 伊克斯人 负责发明制作各种帝国社会需要的工具 会制作扑翼飞机和悬浮器 伊克斯人还曾试图仿制香料 这说明了其生物工程技术的先进 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 是一个强大又古老的女性团体 具有预言能力 其目标和行动构成了人类进化 和许多重大阴谋的关键因素 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主要目标 是获得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 并指引人类走上有洞察力和稳定性的道路 拥有普拉纳冰度训练法则 对肌肉和神经具有超凡的控制力 说明对人体大脑和神经脉络 已经研究透彻 姐妹会成员可以控制生下孩子的性别 而姐妹会在等待预言降临的救世主之际 原本规定都只能生女儿 却没想到被杰西卡打乱计划 而他生下的男孩保罗 也正是那位预言中的救世主 救世主拥有同一时间 身处不同时空的能力 能够知晓过去 预见未来 沙虫 弗雷曼人称之为狐下鹿 体型巨大 通常有数百米长 数十米粗 即便是幼年未成型的沙虫 也有近十米长 小说中最大的沙虫 有四百五十米 它的身体前端是巨大的嘴 嘴里排列着无数沙虫的牙 而用沙虫牙制造的笑韧刀 是弗雷曼人的标志 牙上原本容纳神经术的微孔 可以储存毒药 让笑韧刀变成 剑血封猴的毒刃 它们生活在沙漠深处 会吞食出现在沙海上的一切 不论是盲目的行客 还是巨大的香料工厂 任何不属于沙丘自然的声音 都会引来沙虫 弗雷曼人正是利用沙虫的这种特性 制造出了能发出规律响声的骨锤 用来吸引沙虫 如果沙虫来袭 除了逃命 只能任凭沙虫吞噬其他的一切 通常沙虫喜欢在沙漠下游动 除了吞噬沙漠上的东西 很少从沙海下浮出沙漠表面 它通体巨大的灵甲外壳 会保护它的身体 不受沙力损伤 如果它的灵甲张开一个小口 进入其中的微小沙力 也会让沙虫捕快 它会让这一部分身体 暴露在外面 不沉入沙海 弗雷曼人正是利用了这个特点 成为了沙虫骑士 所用的工具 不过是一把吸引沙虫的骨锤 让骑士能待在沙虫身上的钩子 和撑开一块灵甲的毛 通过控制撑开不同部位的灵甲 可以控制沙虫的行进方向 当沙虫长途跋涉 疲惫不堪之后 只要取下钩子和毛 沙虫就会重返沙海深处 而沙虫很怕水 如果吸收了一定量的水分以后 就会很快导致死亡 而死于这种过程的沙虫 水分会和它的身体细胞相融合 随后 从体内流出的液体 会变成一种致命的毒剂 有部分人将其称为生命之水 生命之水被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 用来训练他们的成员 如果你是喝下这种毒剂 并能存活的姐妹会成员 就有资格成为圣母 美狼纸 沙虫的排泄物 具有保持活力 延长寿命的功能 帝国的所有上层阶级 每天需要服用大量的美狼纸 在沙丘的世界观 有三种音箱料 而拥有特殊能力的人类 分别是宇航工会的领航员 各家族的军师 门泰特 以及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 真言师 宇航工会的领航员外形 与巨型虫无差别 他们透过服用香料 获得超越常人的运算 预知能力 得以在宇宙中找到安全航线 避开各种风险 门泰特宛如人形电脑 拥有强大的运算 以及分析能力 负责帮助各个家族 分析敌方状况 拟定策略 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成员 通常被称为女巫 几乎大家族的领导层 都有姐妹会成员的存在 他们渗透帝国政治的核心 其中 沙丘的主角保罗 他的母亲杰西卡 也是成员之一 他们经常年的精神 及肉体的训练 可借由阴眼 操控他人的行为和心智 不仅善用宗教和政治影响力 也希望透过基因配种 预语出人类就是主 保罗 弗雷曼人 他们是厄拉克斯 这颗沙漠星球的原住民 充满反抗精神 由于长期使用美朗纸 眼睛变为蓝色 恶劣的沙丘环境 培育了弗雷曼人 特殊的传统 对水的崇拜 活着的人穿着蒸馏服 回收利用 哪怕是排泄物里面的水分 他们熟悉沙丘星 也尝试再改变沙丘星 他们有一个梦想 把沙丘星变成一个水资源丰富的星球 也确实在这样做了 在星球生态学家列特·凯恩斯的教导下 他们在改变小部分沙漠的环境 弗雷曼人的信仰 被姐妹会种下了种子 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只带救世主的出现 屏蔽场 这是一种防御装备 在小说中通常安装在腰带上 打开开关 就会在身体周围 形成类似电磁场的保护层 可以阻挡快速的物体靠近 但是不能阻挡缓慢的物体 所以在沙丘的世界里 通常不会使用快速的偷袭 相反 刺客都喜欢使用缓慢移动的暗器 屏蔽场还能使空气流动变慢 所以可以防御毒气的袭击 给人逃脱的机会 如果使用激光枪 攻击打开屏蔽场的人 很有可能受伤的会是自己 而且在厄拉克斯上 一般不会开启屏蔽场 因为它的噪音会引来杀虫 第三点 文学内涵 一言以蔽之 沙丘就作品本身而言 其文学价值远远高于它的科幻设定 那作为科幻up主 我们在这里就不多加赘述了 沙丘之所以能荣誉加深 之所以能成为科幻文学史诗巨作 和它宏大的故事架构 复杂的设定 还有丰富的文学内涵 脱不开关系 但同时也是这几个原因 导致它的影视化改编 异常艰难 导致它饱受诟病 因为想要完美的影视呈现 就需要大量的资金 而且还有大部分人 不愿意去花费大量时间 去认真阅读 很多人在浅尝辙止后 觉得内容过于复杂 而被劝退 但是经典永远都会是经典 越是好的东西 越会历久弥新 沙丘是科幻文学史上的一座封碑 弗兰克·赫伯特 对科幻小说的发展 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教会了科幻作家 如何赋予科幻小说精神内核 他通过科幻小说的途径 成功引发了人们 对政治 宗教 哲学 历史 以及人类净化学 和沙丘生态学的关注与思考 相信沙丘在未来 会有更多元化的呈现方式